美国公卫拉警报 马州医院证实 美国出现今年首例猴豆病患 患者感染后5到21天 皮肤会出现水泡 浓疮 从脸部开始扩散到其他地方 常见的症状还有发烧 头痛 皮疹等等 传染途径包括性交 接触到体液 患部伤口以及透过被感染的医务 床单等等 不仅美国出现确诊 加拿大也有疑似案例 另外在英国 西班牙 葡萄牙等 欧洲国家也都有通报感染个案 猴豆最早在1970年 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现 天花疫苗可以用来预防猴豆 不过自从40年前随着天花根除后 疫苗随之退场淘汰 让猴豆病毒有机可撑 大家新闻黄金领编译